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父亲谭记巡视贤丰年的近视 时常在京城 因而谭似同字小便与帝国的现状 与历史有了亲密接触 他在《城南思救明病序》里写道 往八九岁时 读书经诗宣武城南 帝爵消化 向无居人 乌二三船 经节法仙城 后邻荒野 约南夏娃 广州数十里 北塘迈龙 平远若未时有击 故城人同友 盖莫布尔 高涨时乐而须莫生安 亦所处敷衍 北京城外当年并未开发 多是荒地 八九岁的谭似同跳墓远望 周围都是古墓 这些古墓见证着这个帝国几千年来的历史 这颗种子埋在小谭似同心里 生了根 发了牙 对他们这批人打击最大的 不过于发生于一八九四年的中日甲午战争 大清国可以败给英吉利 可以败给法兰西 可以败给美利监 但谁也想不到 大清国败给了罪儿小国之本 韩四同在论中国情形危及里写道 宿自道光以后 通商诸事 因应施矣 质量成今日之衰弱 日本 乃加西亚之小国 偶一兴兵 及格地偿款 及不能国 而德国又起而成之 瓜分豆腐 各似亲领 凡有人心 其何以堪 这件事给当时的读书人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有人上书当时的直立总督李鸿章 提出了改革主张 却未能被采用 最终远走潭香山 开始了长达十七年的革命生涯 这个人叫孙文 还有人决定发动一批人 来一场公车上书 公元1895年5月2日 一批读书人在北京达志桥胡同的一座祠堂里联名签署 请求变法 这座祠堂就是杨娇山祠 历史似乎一直都对杨娇山祠所在地高看一眼 明朝嘉靖年间 这里曾经是杨继胜的故居 嘉靖三十二年 杨继胜在这里起草渐眼 谈和严松 最终被捕入狱 两年后被斩 铁剑丹刀翼 腊手著文章 杨继胜死后 他的故宅逐渐变得荒芜 后来在原址上盖成了城荒庙和松云安 清乾隆五十二年 刑部官员法 被此安是明朝杨继胜的故居 遂装其政务辟为杨娇山祠 又过了很多年 这里成了见证物须变法的重要所在地 而见证物须变法的另一个更重要的所在地 叫做法元寺 法元寺 元明闽中寺 从唐贞冠年间至今已经有一千多年历史了 贞冠年间 唐太宗出兵高沟里 在幽州逝时 等到惨败而归返城路过幽州时 将士只剩下了五分之一 此时唐太宗悲愤一场 于是下令给镇王将士建造一座寺庙 为他们招魂 这便是法元寺的前身 闽中寺 寺内的闽中阁 曾供奉着镇王将士的牌位 可以说 这是最早的国殇墓园 关于闽中寺的历史还有很多 北宋末年 监兵南下攻破了开封府 如走了宋徽宗与宋钦宗 这两个皇帝就被堪压在闽中寺里 后来南宋末年的谢方德 也是在闽中寺被抓 最终死于援军的手下 不仅如此 古往今来许许多多的大人物 都曾经在这里停灵超度 按舍异 室的后人口述 袁崇宽当年被淋石后 便曾被舍异使偷偷运来此地超度 时间长和过去了很久很久 在清末的那段历史中 闽中寺早已改名为法元寺 他再次见证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法元寺不远处便是康有为故居广东南海会馆 梁喜超故居 广东新会会馆和谭四同故居 湖南流洋会馆 在这里 他见到了生死 鬼神 僧俗 初入 世隐 朝野 家国 君臣 中间 以下 中外 强弱 任我 群艺 公司 情礼 长辩 去留 因果 京市 济民 一百天以后的光绪24年8月13日 西公园1898年9月28日 有六个人在北京蔡市口被斩杀 兼斩官是军机大臣 大学是刚毅 被斩杀的六个人分别是军机张经潭四同 刘光帝 杨瑞 林旭和山东遥监察玉是梁申秀 以及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人 他们就停留在法园寺 又过了三十年 1920年的春天 哦 一位深受谭四同影响的湖南大学者去世 他同样停留在法园寺 这位学者姓阳明昌继 给他守灵的那个湖南青年 是他的准女婿 姓毛明泽东 法园寺对生者有情 闽中寺对死者有益 在法园寺 在阳交山寺 在这些会馆 也许未来还有很多故事可讲 只是在今天这个日子里 还是先暂停对未来的眺望 回过头来看看过往吧 世间无底春愁 何向苍鸣一枯休 四万万人击下位 天涯何处是神州 欢迎分享这朋友圈 转载请联系后台推荐 你中了状恩 也就不了明朝我写 你看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你中了一天